嗨,你们好,我是Casey,张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做欧薄的方法 做法非常简单 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手法 不需要揉捏 也不用任何电动搅拌器 材料也非常的简单,只有四样 来,看看有哪些 水200克 面包粉300克 天然酱母100克 盐5-15克 首先将盐放入水中 搅拌,给它溶解先 然后再加入天然酱母 稍微的搅拌一下 最后再把面粉加进去 将它慢慢的搅拌成团就可以了 将它慢慢的搅拌成团就可以了 搅拌一下 然后再拌到湿派 之后给大家担换 再把水一样 打测灯 每次被刃 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它休息60到90分钟 时间到了 首先先准备一碗水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步骤 双手先沾水线 这样面团才不会粘在手上 这时候慢慢地弄松面团的底部 过后我们要测试面团的粘园性 所以慢慢地把它拉成一层薄膜 越薄越好 意思说它的粘园性越强 就像这样子一层薄薄的薄膜 这样子有了这碗薄膜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个步骤 这步骤就是伸展和折叠 先把它伸展慢慢拉长 然后折叠 过后在另外一边又再伸展 拉长 然后再折叠它 这动作只能做四次 就是四个角落 每次吃就算一套 这程序只做三到四套就可以了 好了四次就给它休息20分钟 040 number 1 2 1 I'm in love with you Now I know what I should do I'm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準備好了就可以放一些米粉上面 这样子的话防止它沾黏 全部准备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定型面团了 撒一些粉在上面 防止它沾黏倒转过来 然后再撒一些粉在上面 现在先把底部弄松哈尖 好了 现在可以做进行 然后再撒一些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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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isfied 再撒一块粉丝 再撒一些粉丝 再撒一块粉丝 再撒一块粉丝 所有的粉丝都少可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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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上底部之后 就可以慢慢按扁它 这样方便我们把它卷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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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